今年玉核包的農民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不仅受到干旱的影响 产量大幅下降 在近期收成期又遇到疫情 同时又适逢端午家节送礼的时间点 导致销售较困难 在配送上也遇到很大的问题 我们这段时间碰到疫情 碰到后边的端午节 所以一些宅配的通路 造成大塞车 加上北部的疫情相当的严重 所以我们目前刚刚进入产期的疫药包 可以说在通路上受到很多的困难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要来 活用一些通路的宅配公司 尽量能够来协助农民 将这一季的疫药包的产季 尽量能够来帮忙农民来做配送 对此高雄市农业局长张清荣 特别前往大树区农会关心农友 并且呼吁货运公司 可以尽量协助农民来配送 另外也希望民众可以以购买 来支持高雄优质的玉核包力值 希望面对这个疫情 我们全民来做防疫的过程当中 我们去村也来把农民 订这些疫药包回到我们村 来做品尝 来帮忙农民 一来做防疫宅在家里 二来来帮忙农民 来多少把农民到三天 来收一些这些疫药包 今年疫药包产季直到六月十日 错过今年就要再等明年 农业局也欢迎民众朋友上网订购 疫情期间宅在家中好好品尝 记者张世民 潘文玉高雄报道